连日来,世界上所有的目光,都集中到了乌克兰,卡霍夫卡水电站的被炸惨案,然而很多人不知道,乌克兰已经又悄然开始动手,趁着大坝被炸引发的混乱,乌克兰的全面大反攻再次打响了,在南顿涅茨克反攻全面失败的乌克兰,就在6月8日,又突然调转方向,集中精锐部队直扑扎波罗热而来,为了拿下扎波罗热, 乌军出动了全副美式装备的1500多名士兵,动用了150辆美式装甲车,玩出了舍命一搏势灾必得的架势,看来泽连斯基是彻底豁出去了,要知道,那里有俄罗斯掌控之下的扎波罗热核电站,水坝都赶炸的乌军,早就把目标瞄准了核电站,此前就多次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,如今乌军又再一次卷土重来了, 我们看到,乌军组织的反攻突击当中,装甲车都是美式装备,坦克都是德国的鲍尔坦克,再加上有大量北约雇佣兵参战,可以说,是一次俄罗斯和美国乃至北约的全面对决,乌克兰本来想利用塔或夫卡水电站被炸,来一把偷袭之战,打俄罗斯一个措手不及,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,俄罗斯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,早就挖好坑等着乌克兰来跳了,并且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上将,亲临前线指挥这次战斗,可见,俄罗斯对这场俄乌之间的大决战的重视程度, 在乌军还没有杀到阵地前沿的时候,俄罗斯火力全开,当乌军冲进第一阵地时,俄军立即全部火力覆盖,这些反攻的乌军顿时成了精准的人肉目标,现场惨烈至极,这次发动进攻的1500人当中,有500多名当场阵亡,至少有数十辆鲍2坦克和美式装甲车被摧毁,可以说是损失惨重, 从防守基辅的爱国者防御系统,被俄罗斯的摧毁,再到如今的美式装甲车,海马斯火箭弹,德国鲍2坦克等,美国装备神化在俄罗斯的猛烈攻击面前,都成了泡影,更让泽连斯基头疼的是,如今在俄罗斯猛烈的空袭之下,尤其是专门盯着乌克兰的防空雷达,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摧毁,被吹得神呼其神的乌克兰防守系统, 也被彻底打崩了,不但大量的西式装备,在这次战争当中神话破灭,同时被传得神呼其神的美国特种兵的神话,也被俄罗斯给打爆了,我们看到,在乌克兰发起的这一轮,前线出现了大量北约雇佣兵的身影, 这其中很多都是换装下场俄特种兵,要么是经验丰富的西方退役老兵,但是当面对俄罗斯这个强敌的时候,等待他们的也是纷纷战死的命运, 然而美国和北约鼎力援助的乌克兰,却再一次在俄罗斯面前败下阵来,美国五角大楼被挨的承认,尽管美国和盟友为乌克兰援助了大量的武器装备, 但这一次乌克兰发起的反击大战当中,无论是哈尔科夫以及红利曼兰,顿涅斯克,以及这次扎波罗热反击战都以惨败而告终,乌克兰主力部队遭遇了难以承受的损失,折损至少5000人以上,恐怕短期内难以组织起再一次大规模进攻了,普京周五公开评价了俄乌冲突的新阶段,普京表示,乌克兰已经发起了反攻, 但是没有达到任何目的,乌克兰发动的反攻动静很大,伤亡更大,就目前俄罗斯发布的多个视频画面看,乌克兰的鲍尔坦克,美国的布拉德利战车已经遭遇到了严重损失,如果说是军力敌,进攻方损失可能会高于防守方三倍的话,那乌克兰面对比自己强大的俄罗斯,遭遇到的战损比可能要在5比1之上, 这样的反攻看起来更像是飞蛾扑火,然而在乌克兰反攻付出惨重伤亡代价之际,西方媒体,却并没有集中报道乌克兰,反攻失利的事情, 而是集中在报道俄罗斯炸毁了卡霍夫卡大坝,虽然目前卡霍夫卡大坝到底是谁炸的,并无定论, 但是西方现在就开始指责俄罗斯,无条件相信乌克兰的话,完全就是先入为主,要知道在去年,乌克兰利用美国援助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,攻击卡霍夫卡大坝的时候,西方可从来没说过, 如果炸毁了大坝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,会不会让小动物无家可归,会不会导致生态灾难, 怎么如今大坝在俄罗斯控制中被炸了,俄罗斯就成了西方舆论中的无恶不赦, 可见西方舆论根本不管对错,打击俄罗斯就是对的,西方舆论现在真的是连脸都不要了, 西方在俄乌冲突中扮演的角色,已经完全变成了乌克兰的幕后老板, 西方支持乌克兰,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,是在削弱俄罗斯的欧洲影响力,甚至世界地位, 二战之后,苏联一跃成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,美苏争霸数十年,很多欧洲国家对苏联心生忌惮, 然而因为苏联实力太强,很多国家并不敢主动挑衅,苏联解体之后,北约持续东扩, 其主要目的就是继续打压俄罗斯,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,俄乌冲突中,最积极支持乌克兰的是西方, 但是在西方世界,对乌克兰影响最大的正是北约,北约国家,不但向乌克兰提供了强大的武器装备, 以及军事情报信息,还给了乌克兰国家财政支持,欧盟还对俄罗斯实行了前所未有的能源制裁, 一举改变了欧洲的能源格局,不得不说,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,是欧洲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改变, 这让欧盟国家摆脱了对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依赖,俄罗斯今后对欧盟的影响力必然显著减小,但是这对于欧盟也并非好事, 因为能源渠道越有限,溢价能力就越低,为了让乌克兰能在俄乌冲突中取胜, 西方已经用尽了各种办法,也的确起到了不小的作用,最重要的就是直接提升了俄罗斯的战争成本, 让俄罗斯不得不退守东乌,这和西方的援助息息相关,如果没有西方的武器装备, 乌克兰就很难对俄军进行长期的对抗,西方的反坦克武器, 防空导弹乃至坦克和装甲车,在俄乌冲突中起到了很好的阻击作用, 最严重的是,西方决定向乌克兰援助F16战斗机,如果援助数量达到50架以上, 那么对于俄乌冲突的影响不会小,纵使无法改变目前的局面,也会大幅提升俄罗斯的武器投入, 牵制俄罗斯越来越多的精力,西方对俄乌冲突改变最重要的一点, 还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的援助这么简单,而是因为西方的介入,俄乌冲突会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, 这就会把俄罗斯完全困在乌克兰。 俄罗斯这两年的地缘影响力为何下滑? 原因很简单,因为拿不出更多精力去关注别的事情, 消耗战对西方而言有利吗?当然没有好处, 但是乌克兰失败对于西方更没有好处。 乌克兰失败意味着俄罗斯的胜利, 意味着俄罗斯今后对西方会形成一种地缘优势, 所以两害取其轻,西方自然会继续和俄罗斯斗争下去。 那么俄罗斯到底能不能赢下这场冲突? 其实就目前来看,俄罗斯依然希望对东乌实际控制线, 实现长期战友,这样不但可以拿下亚素海, 更可以长期维持在黑海的更大影响力。 甚至说,乌克兰的出海口都掌握在了俄罗斯手中, 今后只能看俄罗斯的脸色形势。 这也是为什么乌克兰要反攻到底的根本原因所在。 没有了出海口,就没有国家的未来。 第一,俄罗斯想要完全取胜, 除非西方国家无力支援乌克兰。 否则俄罗斯最终也会在一些问题上让步。 第二,从国家实力来看, 俄罗斯完全不是整个西方的对手。 如果长期和西方对抗, 俄罗斯持续被消耗。 这可不是俄罗斯想要的局面。 第三,现在打了这么久, 依然看不到俄罗斯在武器装备生产上的变化。 比如精确制导导弹以及无人机的生产上, 都没有取得重大突破。 这个武器是短暂的窖和故事。